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八家公司的40吨榴莲将分三批运往中国 另外在场的交通部长陆兆福也指出 随着新鲜榴莲正式出口中国 意味着马中榴莲外交迈向了新密城堡 两个月内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的榴莲送到去中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突破 对肯定我们的榴莲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肯定以后的发展会有更大的空间 印度旅游客最深坑的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中 警方今天指出将扩大搜索范围 足以检查附近下水道的阴景寻找失踪者 而在相关路段附近也应再出现多处不明塌陷 而遭警方拉起警戒线封锁 另一方面为了让路给搜救行动 宁静的东郭阿东拉曼向夜市今天也暂时关闭 美联储正式宣告降息周期来临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 为了避免美国劳动市场进一步疲软和降温 美联储已经准备好降息 他指出调整政策的时机已经来临 虽然鲍威尔没有说明何时开始降息 不过市场普遍预测 美联储将在9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降息 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 更多国内外资讯 锁定今晚8点最热报